说继315曝光脚踩酸菜之后 最近有网友曝光酸豆角也是脚踩的 还牵扯到了螺蛳粉 螺蛳粉的配菜里边它就有酸豆角 这个名小吃的黄金配角出了问题了 事关食品安全 这一曝光是迅速发酵 这半天不到 螺蛳粉酸豆角就登上了热搜了 来先给大家会儿看一看网上曝光的图片 酸豆角是密密麻麻的堆放在一处土坑当中 有工人是穿着雨靴来搬运 还有人光着脚丫直接站在酸豆角上 还配有文字 螺蛳粉爱好者震怒藕 这入口的东西踩在脚下 这越看越不是味儿 发这个图片的博主很快表示 说所发图片是未经考证 并删除了相关的博文 但还是被不少人在各个社交平台 是到处的搬运 被牵扯的螺蛳粉也引起了不少网友 对其卫生质量的担忧 广西柳州作为螺蛳粉的发源地 更是成了热议的中心 昨天柳州螺蛳粉协会发布声明了 说柳州螺蛳粉使用酸豆角 与脚踩酸豆角没关系 这声明里说 说协会第一时间深入 和多家柳州螺蛳粉用酸豆角生产企业 进行情况核实 确认这并不是柳州螺蛳粉 用酸豆角生产企业的加工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 声明指出 说经过协会的进一步调查 这协会查明此次网传的脚踩酸豆角图片 来源于百度百家号上曝光的外省酸豆角工厂的制作工程 柳州螺蛳粉协会还特别细致地解释了一下 网传图当中的制作方法呢 与柳州螺蛳粉用酸豆角酸笋使用的制作方法和工艺啊 它不一样 照片当中是干法腌制发酵 而柳州螺蛳粉料包当中的酸豆角和酸笋啊 依照传统施法腌制工艺来制作 而且不会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里进行加工 图文并茂 我听懂了 就是网上流传的照片 脚踩的是干法工艺 而这柳州螺蛳粉所配的酸豆角用的是柳州本地的施法腌制工艺 用桶钢等容器储存 对劲啊 总之呢 声明里的重点啊 就是柳州螺蛳粉使用酸豆角与脚踩酸豆角没关系 停止对不实信息的传播 这锅咱不背 哎呀 这次曝光的这个照片呢 确实对螺蛳粉影响不小 对生产螺蛳粉的行业更是一击啊 觉得冤枉 自然要发这个声明来澄清 对不对 那一些生产螺蛳粉的公司呢 也做出了回应了 声明与网传的脚踩酸豆角是无任何关系 比如说罗霸王螺蛳粉呢 更是发布了一段视频 题目就是今晚酸豆角不睡 我不睡 直接发酵给你看啊 还公布了酸豆角 从田间到加工再到餐桌上的全过程 别说这波操作 网友们很认可 有网友就说了 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螺蛳粉 是不是 或者呢 说素食产品之类的制作工艺 这正是和谣言它正面杆啊 这样坦诚的自爆 不但澄清了相关的新闻 还借势的好好宣传来一把 可以说是转危为机 聪明啊 对 下一步呢 就是要查一下脚踩酸豆角的出处了 根据集目新闻报道 网传图片呢 以及相关的视频 2021年9月 已经在网络上流传 曾经发布过类似脚踩酸豆角视频的湖南某县意酸豆角的加工企业负责人说 将腌制的酸豆角从坑里搬出来的时候啊 人必然会踩上去 农户自己少量腌制酸豆角的时候呢 也会出现用脚踩酸豆角的干法腌制 这个企业负责人还说啊 说多数情况之下呢 工人啊都是穿着靴子来干活的 所以呢会穿着靴子踩 而七八月份啊 天气炎热 工人呢会光着脚干活 也就会出现这个光脚踩酸豆角的情况 但这只是浅加工 在送到这个消费者嘴里之前 还有清洗等多道深加工程序 这言外之意啊 这是传统工艺的必要流程 就像国外 有些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那也是要用到脚是一样事儿的 那倒是 但是传统工艺就没有瑕疵嘛 有媒体评价说啊 对于传统制作工艺 也该抱着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的态度 只有不断地改进技术 通过适量的改良 达到食品加工的标准化生产 才能赢得市场和未来 哎呀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好与不好 咱拍个视频 开个直播 让群众来打分 是吧 有问题咱不会放过 没问题也不会被冤枉啊 对不对 对不对